《狼牙榜二》第118集 虽然以前传说皇帝陛下是院长 但是那仅仅只是传言 而皇帝陛下也没有明知 所以百姓们潜意识里还是不信 现在听到皇帝陛下亲口承认了 而那个位列于狼牙榜首 有着麒麟才子的江左蒙宗主 和狼牙阁阁主居然是副院长 这顿时让百姓喜出望外 只有麒麟书院中有着三人 那自己的孩子将来 也会成为像江左蒙宗主一样的麒麟才子了 平身苏景眼两手虚托道 随后把目光看向山脚下的孩子 孩子们 稳心路的情况战士们已经告诉你们了 现在开始你们的考验了 正有一句话想要告诉你们 那就是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 只要你们持之以恒 坚持到底就会胜利 希望你们记住朕告诉你们的话 说完后 萧景眼神情一速道 众将是听令 属下在 山脚下响起了一声 整齐话衣充满铁血的应答声 护送准备参加考验的学子们 进入问心路 是 随后 就见士兵护送着下方 11个学子方队 走向百丈宽的问心路 老师 我一定会拿第一弹 我要像听神哥哥一样优秀 隐藏在七岁学子方队中的苏毅林 看了眼半空中的萧景眼和梅长苏 心里暗暗地为自己打击 这个小家伙 看起来信心很强 空中梅长苏 觉察到苏毅林的目光后 对着一旁萧景眼微笑道 信心强势一回事 就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萧景眼淡淡的 不过在他眼底深处 则闪过一丝淡淡的微笑 说实话呀 不是我恭维皇帝陛下 这小家伙确实不错 一旁另沉一本正经道 呵呵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 这小家伙能走到哪一步 维长苏淡淡一笑道 下方数万学子们 一个个眼神中闪着激动的光芒 在士兵的安排下 井然有序地进入问心路 此时 学子中一个可爱六岁小男孩 看了眼不远处一个粉嘟嘟的五岁小女孩 老气横求道 轻轻 你如果坚持不住的话 不要勉强 拿第一的事 我会替你做的 哼 你才坚持不住呢 第一肯定是我 小女孩瞪着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 不屑道 随后一扭头 直接跨上了问心路 看着气呼呼踏上问心路的小女孩 小男孩嘴角浮起淡淡的微笑 他刚才那番话 就是要激小男孩的 他怕小女孩坚持不住 会在半路放弃 只有这样 才能让小女孩坚持得更久 因为他爷爷说过 在问心路上 走得越远越好 而且他也给爷爷保证过 一定会登上顶峰 这一对充满灵气的小孩 自然引起了梅长苏三人的注意 萧景言看到后微微笑道 这两个小孩 一个叫沈仲 是沈追的孙子 另一个叫蔡清清 是蔡全的孙女 上次宫中 你不是给他们一颗住鸡丹吗 这两人舍不得自己服用 回家后啊 就给了这两个小家伙 洗经伐髓了 让这两个小家伙 比别人更有优势 虽然住鸡丹 可以提升他们的资质 但是问心路 主要考验的是心性 如果资质再好 心性差的话 将来也不堪大用 但是如果心性好 就算资质差点 也没关系 只要后天多努力 那将来机会有很大的成就啊 梅昌苏淡淡道 问心路 共有一万零一节 还有四个考验 前两个考验 只要能坚持在火海和冰原环境中 走完两千五百节 就算过贯 而之后的鬼欲 就需要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惧 如果克服不了 那就算走完了那两千五百节 也过不去 因为阵法会把你自动传送回去 然后重新经历一遍 直到克服或者推出 最后一关无尽 就是在没有光明 没有声音 没有时间流逝的空间中 待半个时辰 因为那个空间中 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所以 有可能你感觉过去了一年 但是其实 也只不过是一刻钟而已 想要通过 就得忍受住 变得黑暗 寂静和孤独 萧玉林登得很快 此时距离开始考验 也不过两个时辰而已 而他已经通过了前两关 虽然在火海中 他因为高温 晕死了好几次 面对冰原时 一条腿和一条胳膊 被冻裂的绝境 他都没有放弃 因为幻境的关系 虽然感觉自己 好像经历的都是真的一样 但是在过关时 身上的冻伤和伤痕 全都消失了 这才让他清醒过来 当萧逸林准备经历 第三关鬼谕 当他一脚踏入后 突然眼前的一切变了 他出现在了鹦鹉殿上 父皇正坐在正上房 而停声哥哥 则站在他不远处 这突然的变化 让他一下愣住了 不过随后一声呵斥 惊醒了他 玉林 你怎么这么无力 在和你父皇说话的时候 怎么走神了 一旁停声呵斥道 他在看向萧逸林的眼神中 充满了不满和失望 你说你 现在也不小了 怎么那么点小事 你都处理不好 以后怎么替你父皇分胆 你不是一直想拜林叔叔为师吗 这次的事情 就是先生对你的考验 但是你不但没有办好 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 这让先生很失望 之前先生已经说了 他不会教你 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 停声的话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一般 狠狠地披在林玉林的心间 他感觉天好像塌下来了 他双眼无神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之前林叔叔不是说了 他愿意教我吗 对了 找父皇 让父皇帮我 给林叔叔说说 父皇和林叔叔关系那么好 他一定会答应的 想到这 他连忙跑上前 跪在岸前 看着自己的父皇求道 父皇 你帮帮孩儿吧 帮孩儿给林叔叔叔 说说话好吗 孩儿想替父皇分担 孩儿希望能够帮助父皇 唉 玉林的 你太令朕失望了 以后你就好好待在宫中吧 不要再去打扰你林叔叔了 朕这里有你皇兄就行了 不需要你帮忙 你下去吧 萧景掩满脸失望道 说完话 就带着听声离开了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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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声哥哥 萧玉林焦急地喊道 想要喊回两人 不过 两人却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难道我真的没有用吗 我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吗 父皇和听声哥哥 都对我彻底失望了 他们都放弃我了 林叔叔也放弃了我 看来我真的是一无是处 还是放弃吧 林玉林满脸是死灰 心情彻底绝望 突然 就在他意志将要彻底消失时 他的双眼猛地闪过一道金光 接着 就见一股强力的自信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他坚定地对自己说 我 我不放弃 就算所有人都放弃了 我 我也不会放弃自己 我要努力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我萧玉林 不是一无是处 随着话音落下 只见周围的一切 瞬间消失 等到萧玉林回过神来时 发现自己正站在问心路上 顿时 他就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什么 随后 他淡淡一笑 看来自己实在是太在乎了 越在乎 就越害怕失去 当自己最在乎的东西消失后 迎来的 将是无助和恐惧 不过幸好自己度过来了 稍微恢复了一下后 萧玉林迈开大步 朝着最后一关闯去 此时此刻的他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 在萧玉林进入第四关 半个时辰后 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 十三岁男孩 也闯了第三关 这个男孩皮肤又灰 而且很粗糙 一看就是经常干农活造成的 但是如此平凡的外表 却挡住他那双异常明亮的眼睛 那双眼睛中透着不屈和自信 此时这个十三岁男孩满脸坚毅地跨入第四关 就在那个男孩跨入到第四关后 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 就见在第四关前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道瘦小的身影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的沈冲和蔡清清 两人也同时发现了对方 看到蔡清清后 沈冲脸上闪过一丝信息 随后笑着道 清清 想不到你这么厉害 也闯过了第三关 哼 那是 也不看看本姑娘是谁 蔡清清一脸骄傲道 那咱们比比 看看谁先通过最后一关 怎么样 沈冲笑道 比就比 谁怕谁 蔡清清自信道 说完话 就直接迈入了第四关 看到蔡清清进入后 沈冲也没有犹豫 直接跟了进去 当一脚踏入后 他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黑暗的空间中 这里面 没有一丝光亮 也没有声音 感觉异常的空洞 他向四周看了看 除了黑暗 什么都没有 随后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瞪大了眼睛 也只能模模糊糊 看见一点影子 精彩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